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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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 訪明被嚴控 史學泰斗於英石逝世 港台多位名人緬懷 南達克他州參議員讚嘆 中共統治前的中國很美 因疫情失業的紐約州居民 可申請聯邦補助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目前正值中共北戴河會議 當地升高警備 多位訪民透露 自己被嚴控 行動受到監視和限制 黑龍江訪民馬波長期在京打工維權 有時會到北戴河借住在姐姐的另一套房子 馬波告訴新唐人 目前他在北戴河 但他出門時 身邊一直有人跟著監視 否則無法出行 北京那不是一百周年嗎 他們就不要我在北京 我做過這個最穩控的 就是屬於那個A級重點嘛 他如果送到北戴河 送北戴河 北戴河 企業份 這不又國家領導員在這邊 就是屬於那個地属 北戴河呢 他這邊又不要我在北戴河待著 後來沒有辦法 我們地方人來北戴河 就是在這邊跟著吧 我去哪裡 他就跟著哪裡 他出現問題 因為我經常得上我姐姐 替保姆給做飯 只有他跟著我 我可以聽聽 湖北訪民伍立娟表示 湖北目前不出售去北戴河的車票 而去北戴河的各地訪民一下車就會被抓 我們肯定都受到影響啊 哪裏都不能去 本來這個疫情原因 也去不了哪裏呀 再加上我們這 你看 全國各地也有訪民去北戴河的 是被嚴空了 一下車都被抓著 都被那個北戴河邊空的那個 那裡有個防護棺板 那時候都被攔截 我們當地沒有人去 這疫情 我們這湖北這邊的 現在賣車票都不朝那邊 都不愁 都不受你了 遼寧在京訪民江嘉文也向大紀元透露 8月2號晚 他在瀋陽想搭火車回京 但在檢票口遭到攔截 經過一連串盤檢後 3號被壓到丹東市隔離點隔離 他說 車票是買到上海關 丹東當局以為他要去北戴河 另據維權網報導 河北平泉縣維權人士趙春紅和家人 駕車剛要進入秦皇島市的北戴河區 就被攔下盤查 隨後被河北省公安廳長緊急召回 報導說 現在的北戴河外圍 有很多檢查港和大數據監控攝像頭 一旦進入監控就會自動報警 穩控強度已是中南海地區的2.0加強版 新唐人記者李韻 陳潔 李佩玲採訪報導 中共強制百姓接種中共病毒疫苗 運用各種手段 最近傳出部分地區發現金補貼 來吸引人打疫苗 有大陸網友認為 事出反常 據瞭解 大陸地方政府強制老百姓打疫苗 拒絕打疫苗的人不讓上班和進出菜市場等公共場所 部分省市則施以小匯 吸引人去打疫苗 最近部分地區開始發放現金補貼 溫州市永家縣歐北鎮保一村打疫苗給500元補貼 上海各區打疫苗補助費用各不相同 寶山區梅浦村的一個第二針接種點 隨盜隨打 不用預約 打疫苗補助300元和一桶油 網友認為事出反常 同區岳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要經過介紹打疫苗才有補貼 自己去打的沒有補貼 衝油 也都是 都知道東西 還有一些咬甲 咬得最高的 還滿高的 有好幾次的 打過了這次的 由直現在南京都去打過疫苗 沒在趕我們趕快看看 我們在家的疫苗還沒經過三期實驗 趕疫苗當小鼻子了 近日由大陸民眾拍視頻顯示 打疫苗後出現副作用 整條手臂出現大片烏黑 打針了第三天 這邊黑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打的飛射過後 第五天變這樣子 你看 恐怖嘛 有人像這樣子嘛 你看 極恐怖 最近 學校強制學生打疫苗引發輿論反彈後 8月2號 教育部發布緊急通知 稱打疫苗需監護人和學生之情 同意自願 但有網友爆料 學生打疫苗是政治任務 並曝光江西省府州市 梨川縣學校發布的緊急通知 8月3日至8月8日 15至17週歲中學生必須接種疫苗 要班主任將通知頻繁推送 督促學生必須接種疫苗一個不漏 青唐人記者雄斌黃宇寧採訪報導 中國新一波疫情從南京爆發並擴散 江蘇省揚州市是疫情重災區之一 實際的感染人數可能遠遠超過官方通報的數字 揚州市連續兩天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據官方報導 8月2號有40人確診 8月3號有32例確診 其中有2例微重病人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疫情還在爆發中 目前揚州主城區已關閉城市出口 禁止室內公共交通 接近封城 其中疫情重災區 寒江區雙橋街道念四新村 該小區42莊 1,100多戶 3,000多人全部封控 附近賓館都成了隔離點 現在揚州都封掉了 全部都封起來了 現在基本上小區都封掉了 因為每天的病例爆出來已經很多了 然後大家都沒有辦法就為了控制嘛 還是得集中隔離啊 另當局自豪的健康碼似乎再次成為揚州疫情的破口 首例確診的毛老太太7月27號在揚州友好醫院檢測陽性 導致該醫院被封 醫護人員在網上抱怨 老太太拿別人的綠碼到醫院檢查 因為他拿的是別人的健康碼 他是借的別人的綠碼 然後才出來的 他去棋白市 因為那個棋白市有幾千個人 所以可能一個傳染一個一個傳染一個 他不只去過一個棋白市 然後還有其他人去了另外一個棋白市 所以比較嚴重 基本上主城區這一塊都比較嚴重 快地全部都停掉了 揚州市連續兩天 風險區域不斷擴大 3號有一個高風險地區38個中風險地區 4號再新增7個中風險地區 其中政府駐地的寒江區成為重災區 其次是臨近的廣陵區 目前揚州疫情也擴散到山東 燕臺出現的確診病例有揚州旅遊史 新唐人記者李珊珊 林岑新 劉芳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防範中共海軍日本擬在鋸台300公里石原島 部署飛彈部隊 中國31省出現疫情 北京防控措施不斷升級 拜登遇庫默辭職 紐約州眾議會擬推動彈劾程序 土耳其八天近200起森林野火 電廠圍在旦夕 美國與印尼宣布啟動戰略對話 這是兩國自2015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來 首次對話 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表示 兩國承諾會在捍衛南海安全等方面進行合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周二和印尼外交部長馬蘇迪會面後表示 雙方討論了對北京的關係 承諾共同保護南海的航行自由 印尼是東南亞國家聯盟中 最大的國家和經濟體 華府認為是遏制中共在亞洲擴張影響力的關鍵 華盛頓已向印尼捐贈了800萬疾疫苗 以及超過6500萬美元的相關援助 這次會談被認為是美國積極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來反擊中共的一部分 新唐人記者一文上進綜合報導 美國海軍宣布從8月3日開始 進行為期兩週的2021大規模演習 據報導 這是4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 專家分析 此舉旨在警告中俄等對手 美國已經準備好應對高端戰爭 而且能夠應對來自多條戰線的入侵 2021年大規模演習包括分布式海上作戰 遠征先進基地作戰和爭議環境濱海作戰 屆時將出動6個海軍與海陸司令部 5支美軍艦隊與3支海軍陸戰隊 以及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36艘軍艦投入軍演 美國海軍表示 此次大規模演習將持續到8月16日 是自1981年以來美軍最大規模的海軍與兩棲部隊演習 美國海軍在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此次的軍演將考驗美軍的靈活性 驗證美國全球綜合海戰能力 同時向競爭對手發出信號 美軍已經明確準備好應對高端戰爭 美國military.com網站報導 美軍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霍姆斯表示 軍演的目的是讓對手注意到 美國可以同時應對黑海、地中海東部、 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挑戰 特別是阻止中共對臺灣或釣魚島 採取軍事行動 新唐人記者韓瑞 綜合報導 8月3日晚 美國神韻巡迴藝術團來到南達克他州 被譽為總統制成的拉皮德城 首次在封碑劇院演出 在觀看演出後 州參議員卡爾斯·伯里表示 神韻所展現的中共統治前的中國很美 這是南達克他州參議員 傑斯卡卡索貝瑞與母親和兒子 首次觀看神韻演出 她表示 喜愛神韻的每一分鐘 我們被證明了 中國比共產黨更多 在中國的富豪的歷史上 中國的富豪的歷史上 之前的共產黨被破壞 我認為中國的更重要 更多美國人必須知道 這是很容易決定 你當你住在一個自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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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員表示 觀看神韻是她與家人 慶祝2019年中國之旅 這種表演會 真的會開了很多美國的眼睛 通過音樂舞蹈 神韻帶領觀眾 發現正在遺失的神傳中國文化 我愛他們每一年改變的表演 我希望美國人都會開啟 每一年參加這場表演 清唐人舊金山記者站 南達克他州 拉皮德城採訪報導 史學泰斗 余英時逝世 港臺多位名人緬懷 歡迎回來 輕颱風盧碧今天8月5號登陸中國廣東 有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的趨勢 台灣氣象局提醒 從今天一直到週六 是颱風距離金門馬祖最接近的時間 會有顯著的風雨 中南部要留意局部大雨或好雨現象 今天逐漸進入大陸廣東之後 再轉往北北溪的方向移動 5號 6號大致上是在廣東到福建 這一段緩慢的移動 7號逐漸往東北接近馬祖地區 8號之後會進入台灣的北部海面 由於颱風接下來在預計在陸地上 會停留超過兩天以上的時間 所以受到地形破壞的影響 預估颱風的強度接下來登陸之後 未來是有機會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整體的路徑如果再更為偏息的話 對於離島地區包含金門跟馬祖 尤其是金門地區發布 陸景的機率是在降低的 那至於馬祖的部分 可能要看後續它重整之後增強的一個狀況 根據港媒報導 盧碧颱風將在廣東汕頭登陸 未來三天帶來風雨持續 預計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將出現大暴雨 特大暴雨的降雨情形 清唐人記者雨薇 綜合報導 史學泰斗余英時8月1號在睡夢中逝世 想騎瘦91歲 港臺學界在第一時間發文緬懷 六四學運領袖王丹悲傷寫道 這是華人社會的重大損失 感念余英時多年來關懷備至 淡忘先生精神永存 香港著名評論作家陶傑發文表示 余英時在今日華人世界 學識最博雅 學問最通達 學養最高貴 中共官方和大陸民間的反應 在屏蔽和報導之間將會錯亂而尷尬 臺灣前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寫道 余英時堅定捍衛自由民主 高尚節操絕對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目前香港中文大學官網還沒有相關悼念發文 中國大陸媒體也還沒有跟進報導 清唐人記者雨薇 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台塑集團旗下 臺灣最大D-RAM廠 南亞科董事長吳嘉釗四號表示 看好下半年D-RAM產業與市場數價 將持續正向發展 對南亞科也將帶來助力 延調機構IC INSIGHTS預估 今年全球IC產值渴望成長24% 33項產品類別中將有多達29項產品成長超過一成水準 其中又以工業用特殊型邏輯IC成長最大 增幅達47% 超微半導體因市佔銷售強勁 股價強勢壓過英特爾 週三收漲5.5%至118.77美元後 以連續6個交易日創下歷史新高 彭博報導 中共加大對網路科技業的監管力鬥 過去9個月以來 騰訊創辦人馬化騰 失去的沮喪財富 已經超過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自螞蟻去年11月上市被喊停以來 馬化騰財富減少了 將近140億美元 約3910.2億台幣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兵拉登家族落成房產僅3000萬出售 在疫情期間失業的紐約州居民 如果因為種種原因 沒有領取到聯邦救濟的話 接下來是一個好消息 紐約州提供的被排除工人基金 已經開放申請 紐約州要對你們說 你們沒有被遺忘 根據紐約州老公廳的介紹 這項被排除工人基金計畫 總共提供21億美元先到先得 這項計畫分為兩種福利 第一種為補助15600美元 第二種為補助3200美元 申請人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需要在2020年3月27日前居住在紐約州 而且目前仍在紐約州居住 不符合和從未獲得其他失業保險或補助 在2020年4月前的12個月裡收入不足26,208美元 在2020年3月27日到2021年4月1日期間 每週工作收入或家庭收入減少了至少50% 符合條件的申請人需要提交工作證明和身份證明 申請獲批者將獲得一張Visa儲值卡 裡面為補助的款項 而這項計畫只開放網絡申請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報導 蓋達組織首腦冰拉登的家族成員 在位於南加洛杉磯貝萊爾社區 擁有一座豪宅 近日 這座莊園首次掛牌 並以近30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來看報導 位於加州洛杉磯貝萊爾 一座面積約2英亩的莊園豪宅 20年來首次掛牌出售 物業記錄顯示 這座莊園是蓋達恐怖組織一故首腦 奧薩瑪·賓拉登同夫一母的兄弟 易布拉辛·賓拉登所擁有 在1983年 易布拉辛以約160萬美元買下莊園 相當於現在的550萬美元 根據房地產網站reota.com 這座物業將根據土地價值 以28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目前已在網站掛牌7天 根據上市信息 易布拉辛已有20年沒有居住於此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時 他正在國外度假 後來因為他的姓氏聲名狼藉 便沒有再回來 這棟豪宅位在著名的貝萊爾社區 具備7間卧室和5間浴室 由於房屋無人照管和年久失修 此次售價是根據土地價值和地理位置 莊園中的多數植物已經枯萎 石頭喷泉的水早已干涸 但幾棵高大的棕榈樹還在茁壯成長 游泳池和水療中心也看似完好無損 目前房子內部的照片還沒有被公開 經過本台記者聯繫 該屋野的經紀人尚未提供回應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伴隨東奧 永恆的圓丁機器人藝術展亮相 在東京奧運期間 東京都舉辦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動 其中英國藝術家傑森布魯日 舉辦了大型戶外機器人藝術展 融合尖端科技和藝術展現文化的多樣性 記者現在位於東京上野公園 在我身後是一群來自英國的藝術家們 在東京奧運泡運期間 他們解析奧運競賽中選手們的運動軌跡 並用機器人將其繪製在沙子上 用枯山水的形式來展現出他們的藝術理念 枯山水是日式庭園的一種 基於禪宗思想 用石頭和沙子來表現宇宙和自然 本次展會正是由此而捕獲靈感並有所創新 通過分析運動員在各種競技項目中的運動軌跡 進行數據化 在由14噸黑色玄武岩和4噸銀灰色花崗岩 組成的歷史畫布上 由四肢機械臂繪製表現出來 作品中有的描繪了運動員 隨著時間推移而展開的運動軌跡 也有的描繪了順時運動軌跡 雖然因疫情影響 正處於緊急事態宣言狀態 但仍然吸引了不少觀眾前來觀看 《永恆的圓丁》是傑森布魯日工作室 在日本展出的第一件作品 作品的互動設計融合了人 數據 技術以及自然等要素 創造出不同於都市生活的時間和空間體驗 令人耳目一新 將日本文化 用以表現正在受世界關注的奧運 更加彰顯了奧運理念的多樣性和調和 本次藝術展會期至9月5日帕運結束 每天11點至18點進行表演 約有150種獨創藝術作品呈現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黨 退團 退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1年8月5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已經達到 三億八千一百四十七萬五千五百一十二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五萬一千二百一十六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輝 model 也不少 訪ี 我們 1955